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汽车股太疯狂了,全线大涨 大家看一下新能源车,汽车零部件,比亚迪,特斯拉 这些概念股全面爆发 那么可以说汽车成为市场上的绝对的明星 接下来怎么走 还有就是盘面啊 是不是新一轮的上涨又要开始了 怎么看,如果大家都当心的盘面看不懂的 仔细听听话里心里就明白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上涨,上涨是越走越强 今天是一个放量上涨 大家看一下涨幅是1%多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看 今天上涨涨到1700多加,跌到300多加 这个比例很,非常的好 超过了5比1 那么我们看它那个K线 这个位置怎么看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我视频的,前面一直听的,你就应该知道 我说这个位置是吧,震荡红盘的概率大 如果说大金融发力的话 它就将继续往上冲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银行往上拉了 尤其是证券,对吧 证券更加给力,证券 午后啊,这个一波大的拉伸 直接把整个大盘推了高位 所以说啊,证券我在前面就跟大家重点讲过 它一拉,它一反,大盘就要上上攻 这个跟预期是一样的啊 好,那回到K线 接下来怎么走 其实 现在市场很明确 题材主要集中在赛道股 比如说汽车这一块 新轮车这一块 好,权重看券商的脸色 所以说大家啊,注意一下这两个细节 那么明天它有继续冲高的预期 冲高预期 但是大家记住啊 这里是前期的一个高点 所以啊,我还是原 维持原先的判断 这一轮反弹要去冲什么 3,400 这个目标啊,一直没变过啊 所以大家到了这个时候要注意 好,那我们看一下板块的情况 今天的这个板块啊 可以说谁最坚强 汽车,胎压,汽车管理,华为汽车,汽车零部件 大家看一下,都是跟汽车有关的 所以说这汽车是完全的超预期啊 这个跟前期的判断啊,不符啊 前期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我们从另一家分析 这里 是吧,是前期的一个顶的位置 一个顶的位置,一个压力位置 大家看这段时间放的量没有 这时间量是放的比较大的 这点量啊,它明显的比这点量稍微要欠缺一点 量能不足 那么它往上走的话 就是什么 就随时都可能面临高位的压盘 但是大家看,它今天 明显的一个放量突破了这个位置 这个压力位置 所以说今天这个放量 是明显的超预期的 那为什么会超预期啊 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啊 汽车啊,超预期其实跟昨天晚上重磅力好有关 对吧,高层又放重磅力好了 所以说汽车之所以走得这么强 完全是因为政策的利好 大家知道啊,在这段时间啊 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我的汽车啊,是吧 有戏 但是我一直强调大家 看一下六层均价线啊 六层均价线 六层均价线就是一个分水链 如果说这个位置没过的话啊 它就将向下调整 但是大家看它明显的 是在这里 小阳线拉了几天快速的突破过去 那么这就是政策利好啊 因为为什么大家如果仔细看这几天的事 是因为各地方政府在不断的补贴买车的资金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这几天啊 地方政府有了补一天 也补两千补三千的都有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的新闻 好 以后这里是越走越讲超超预期了 那么说真的啊 汽车这个方向 我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点怕啊 我一直强调大家在哪个位置啊 大家应该知道 我一直强调大家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 前期压力位啊 这个位置大家要小心啊 要小心 我说冲不过去就越大幅度的回调 但是它明显突过去了 今天是属于政策啊 加码的一个突破 这里的汽车股 大家应该都发现了 涨的多是什么 低位不涨的很多啊 很多是低位的 不相信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啊 我们就拿汽车零部件啊 看一下 汽车零部件这个方向 今天也有二十多数票涨停 但如果看一下 它涨停的票的位置 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这些票都是 多数啊 是属于低位的 哎 前期没怎么动的 今天啊 开始补涨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很多都是低位啊 没怎么动的 今天开始补涨了 所以是我一直跟大家说 汽车股啊 是属于什么 属于后排补涨的 一般情况就是鱼尾行情 但是呢 它又在不断的政策加码 所以啊 死而不将 造成这种盘面 如果说没有政策的一个什么 一个加码的话 你像这种汽车股啊 基本上 早就要调整了 对不对 目前来看 大家看 今天涨的是不是多是低位 突然起来的 好 我们仔细看 整个盘面的话 汽车零部件 核心票是谁啊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谁 对吧 这个我重点跟大家讲过 从第三版就跟大家讲 一直讲到现在啊 第三版的时候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当时它放量 面临前高的一个压力啊 我就跟大家说 它会不会弱转强去进攻啊 如果是弱转强的话 它是不是会继续涨啊 其实它是完全的超了预期啊 这几天不断的拔高 不断的上涨 但是啊 今天是一个加速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浙江市宝啊 是接力啊 接替中通客车啊 成为新核心松龙头 那么它现在加速了 大家记住 大家记住啊 这个票将继续加速 但是它如果顶不住的话 顶不住的话 汽车板块将迎来调整 有句话怎么说呢 极致的疯狂过后啊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分化啊 就是开始了一个高位的出货行情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 现在还是一个是吧 大量进场吃货的时候 但是我告诉大家 汽车现在走两个极端啊 什么极端大家知道吗 要不你就去干前面的核心票 龙头票 要不你就去第一位的补涨票 你比如说新轮车涨了那么多 要不你就去跟踪前排 要不你就跟踪下面放下其中的中间的那些位置啊 大家千万注意 忍住手 不要轻易的去追啊 一旦这个板块调整 杀的最厉害的就是中位票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 那今天啊 除了汽车 哪个板块还表现强势啊 大家看 军工啊 对军工这个话下 我前两天也跟大家讲过啊 就是我跟大家讲 军工的话 高位不追 低位可 是吧 可博弈可惜 为什么 因为军工他也是在不断的放利好 最近啊 利好在不断叠加 所以啊 那种低位 他再来个利好 马上就前了 但是你一追高 他马上就出货 又打压 说说说这个时候 追高啊 他的持续性不太好 大家看 军工今天也是出现一个权限的爆发 多支票涨停 那从技术方面来说 目前军工这个方向啊 没有一个明显的核心票 龙头票 大家看 今天很多都是什么 突然起来的 很多都是一个大阳线拉起来 对不对 你说像这种旁边的话 你去追高啊 需要谨慎 目前来看 市场的核心就是这个泰偶啊 泰偶的话 他又是叠加的啊 军工新能源车啊 包括离电池 他是叠加题材 所以他走错这种强势 那么明天他就命令了一个新的抉择 什么抉择 是不是会什么 弱转强进攻 还是被压下来 高开低走 所以啊 从技术方面来说 大家看军工这个方向也是 今天很多票 拉出一个大阳线的一个补涨行情 当然这里是什么 新的一轮上涨 还是 一下子信息刺激的一日游啊 这里不太好办 所以大家追高要谨慎 好 这是今天整个盘面啊 市场最热的两个方向 当然啊 下面的5G和这个光伏啊 这是我重点讲过 并不说不讲啊 大家看 光伏是我重点讲过啊 我一直跟大家讲光伏游戏 光伏可跟踪啊 一直看好他 但是 今天啊 一个反暴 面临前高的压力 记住啊 这个压力一旦出不过去 他就奔着这个前面高位 3436去啊 我一直跟大家讲 光伏后期肯定会有什么 有动作啊 后期将震荡走高 所以说这个板块 大家是可以跟踪的 或者说重点跟踪的 我们看啊 光伏今天也是出现多次票 是吧 涨停啊 涨停的也是一大片 但目前来看光伏 走势啊 并没有产生核心龙头啊 核心个股的龙头并没有出现 所以说 他是很多走的一个趋势的走势啊 操作起来也是什么 有一定难度 目前大家看啊 金山青鸡啊 这种票啊 趋势非常之完美 所以说他 只要在无均阳性之上啊 大家还可以继续躺着 继续看多啊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这是今天盘面热点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后排 说起后排没啥说的 就几个绿盘 而且还不跌的还跌的不多 大家看是不是 最多的跌的这个是什么 12商业12商业是什么 因为昨天利好 昨天通告 今天备案 当时尾盘又拉了起来 但是尾盘又拉了起来 所以说啊 这个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出货 好 但是大家看下涨停的票一大片啊 对不对 100多股涨停 可以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极致疯狂的行情 什么行情啊 题材炒作的最佳的一个热点板块 一热点行情 一个是主赛道在哪里啊 主赛道在行轮车 你要题材是权限开花 比如说光伏啊 5G啊 央企国资改革啊等等 这些啊 产品市场的核心 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的去布局 前排票 核心票 龙头票的一个跟踪啊 目前这个题材炒作是非常是不错的 赚钱宣言非常之好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